新冠疫情出现反弹 部分个案更是没有源头 反映社区有传播链 大家千万不要松懈 要做足防疫措施 以免疫情再度爆发 在公众地方要戴口罩 去餐厅吃饭 除了吃饭的时候 其他时间都要戴着口罩 也要尽量避免参加要脱口罩的活动 入食市和指明处所要用安心出行 如果曾经和确诊者去过同一地方 程式会发出通知 等你提高警觉 经常检测 可尽早识别有没有受感染 尽快医治 有不舒服 就算快测情阴性 都不要上班上学 要尽快提医生 和做核酸检测 以确定有没有感染 最重要当然是打齐三针 建立保护屏障 60岁或以上 更应打完第四针 加上时刻保持个人卫生 勤洗手 那就安心又放心了 尽快要复洗手 立保护屏障 也不疑 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